杨孙子想吃汉堡包 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又怎样 爷爷给你整个肉夹馍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孙子从美国来 老杨在睡梦中被喇叭声吵醒 出门一看 居然是那个几年才回来一趟的不孝子 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本来想骂他 有了工作忘了爹 但看着这三个人的组合 话卡在嘴边说不出来了 儿子拉他到小屋里解释了起来 原来半年前他在新疆考察的时候 和这个外国女人一见钟情 两人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孩子叫小布 是女人和前夫生的 老杨倒也不是个老古板 看儿媳挺懂事 孙子也可爱 还嫌儿子配不上人家 可这事还没等老杨消化完 儿子儿媳留下一张字条就离开了 他们要去可可西里拯救藏领羊 请他照顾一段时间小布 老杨这会儿也不知道去哪找他们 只好带着孙子搭伙过日子 虽然头疼 老杨也想了不少办法来照顾好孙子 小布嫌厕所臭 老杨就给他蒙上毛巾点上香 孙子要吃汉堡 老杨就给他整了个肉夹馍 想着孩子长身体要多喝牛奶 他还去找文化站站长 去他家献挤牛奶 可真是尽心尽力了 这天小布尿床了 拓着床单想晾一晾 老杨却嘲笑他这么大了还尿床 别看小布年纪小 脾气可不小 拿着他的小书包就要走 不过被老杨给拉住 夹在搁置窝下带回了屋 夜里小布不敢一个人睡 悄悄爬上爷爷的炕 老杨还挺高兴 可隔天小布又要喝牛奶 老杨懒得搭理他 小布就又拿着书包要走 当然也再一次被拎了回来 没办法 他又来到站长家挤牛奶 顺便还和站长学了句英语 以后小布再调皮 就可以用英语骂他了 可他端着牛奶刚进家门 却发现小布翻出了他最宝贵的皮影 老杨现学现用 刚学会的洋脏话就派上了用场 但是骂归骂 孙子还是要疼的 老杨还是把皮影给了小布 暂时当他的玩具 这天 老杨带着小布进了趟城里 把小布的一头黄毛染成了黑色 还带他吃了羊肉泡馍 祖孙俩难得出门 两个人都很高兴 可没想到回家的时候 站长找上门了 老杨一直怕村里人 发现自己有个洋外孙 这会儿居然被抓了个正着 他只好说小布是儿子在新疆生的 是个少数民族 站长也说明了来意 他想让老杨开班教皮影戏 老杨看他态度恳切 还有补贴可以拿 也便答应了 要说小孩子精力旺盛 是一刻也闲不下来 这天老杨在午睡 小布偷偷拿了他的文丸盒套 想用门夹开 没想到整扇门都掉了下来 老杨一下惊醒 看着躺在地上的门 一去倒个太阳的脱口而出 小布见情况不妙 撒腿就跑 老杨也拔腿就追 没成想 一脚踩烂了小布最喜欢的蜘蛛侠 看着孙子闷闷不乐的样子 老杨很是愧疚 就托人从城里买了很多玩具 可小孩子倔起来 才不管你费了多大功夫 小布根本不领情 抱了被子就要和老杨分房睡 这时老杨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于是他趁着小布睡着 拿起了画笔刻刀 连夜做了个蜘蛛侠的皮影 小布醒来看见这个新玩具 兴奋地摆弄起来 还和爷爷来了一场孙悟空 大战蜘蛛侠 严孙之间的隔阂也彻底消失了 还约定要一起吃年夜饭 不仅如此老杨还教小布说起了方言 祖孙俩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 过了几天 老杨的皮影戏班要在村里表演了 刚要出门的时候 儿子儿媳回来了 他们说小布的假期结束了 要回美国上学了 老杨非常舍不得他 希望他看完表演再走 音乐响起老杨熟练地 捂起了手里的人物 小布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 可儿媳要去赶飞机 强行抱着小布离开了 老杨的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 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只把自己的宝贝皮影都送给了小布 就这样老杨又回到了一个人生活 虽然他嘴上不说舍不得 但总会想起和小布的点点滴滴 半年后老杨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小布的声音 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门就被打开了 门口站着的是儿子一家 小布守约回来吃年夜饭了 老杨乐呵呵地换上了新衣服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照了张全家福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着老杨和小布相处的点滴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在年轻人眼中 爷爷或许固执 或许跟不上潮流 可他永远全心全意地 爱着自己的儿孙们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